大家好,我是东宝行为,今天我们来讲电剧人的159话 喜欢这个系列的朋友请帮我点到5000个赞支持UP注意下吧 上回说到即将美妹和三将带着召唤出来的端头台恶魔 以及三个完全帮不上忙的脱油品啊 继续前往收容所的深处寻找电剧人 十二掌表示我是要去见电剧人的 那你们两个跟过来凑什么热闹啊 压过巡视我们都被搞成罪犯了,那逃出去也没有用啊 洪小弟倒是挺想回家的,无奈他又不认识出去的路 加上郭昭的端头台一直在旁边狂叫 那你看看都快给孩子弄哭了 跑着跑着洪小弟看见前面有扇门 他天真的幻想着该不会是到出口了吧 把脸贴上去一看啊才发现 这房间里关着的居然是一群行为怪异的电剧人僵尸啊 迎面走过来的女人头上的电剧都已经快碰到洪小弟了 吓得他和断头台啊是失声惨叫 社长和三将他们听到了动静 可刚回过头啊却发现有个不认识的男人 悄无声息的出现在了房门前 哦是这个独眼路飞啊 他是负责看守电池的恶魔猎人 独眼龙表示关在房间里面的人啊 昨天都还是普通的老百姓 但每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变成电剧人僵尸 于是社会上开始出现各种谣言 有的人认为过于喜欢电剧人才会变异 有人则是说崇拜电剧人的信徒本身就是异类啊 各种传言搞得公安部的人都没有头绪了 社长可能是感觉到了独眼龙所散发出的敌意 他想叫吓傻的洪小弟赶快起来开溜啊 不料独眼龙开始质问起社长 既然你们搞出了那个什么电剧人粉丝协会 那么能不能跟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的老婆被你害成了这个鬼样子 而你们却得以自保 头上别说是电剧了 连个毛都没有长啊 社长和山匠都给整屋语了 那计划什么的都是姬家妹妹出的 你老婆疯癫了吗 你去找她算账啊 但随后独眼龙的抱怨却变得有些诡异起来 她表示我老婆每天都会为我准备便当 可是她却变成了怪物 隔壁的死老头子那么讨厌 为什么她却没有变成怪物啊 我寻使这种说辞是不是有点不尊重人啊 合着对你有用的人才是好人 那你讨厌的人就该变成怪物是吧 独眼龙的话变得越来越鬼扯 她甚至说道 哎 老天真是无言啊 明明我一次坏事都没有做过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啊 三将听完之后有点绷不住了 哎 你可憋疾巴扯了 怎么会有人一次坏事都没有做过啊 独眼龙低头沉湿了一会儿 然后他居然面不改是毫无愧疚之意的 对三将说道 嗯 真要说做过的话 顶多也就是和OL出轨了个半年而已吧 啊 这种发言还是人吗 您就是二次元您如何是吧 一场天灾 一次惦记人战争 就死了多少无辜的人 你恨过天吗 恨过地吗 我只不过是出个鬼而已 那又怎么样呢 真的牛逼给大伙都整笑了 不知不觉间 三将已经切换做了约尔的人格 他先是痛骂了独眼龙 然后猛地撅起屁股 给自己的姐姐技甲一脚踢飞了出去 正当我摆石不得七姐的时候 不靠两个人中间的墙面瞬间炸裂 杀入战场的是公安部的走狗武士刀啊 哦 这下我才终于明白过来了 从最开始啊 独眼龙就一直在讲一些神之无知的话 当你试图去思考他话语中的疑点时 你就已经中计了 独眼龙作为公安一方 没有任何必要向三将他们提供信息 他说的任何事情啊也根本就不重要 他只是在拖延时间等队友资源罢了 而最令我惊讶的是 约尔居然洞悉了这一切 那个以前蠢得要死的约尔 如今得到加强之后 战略能力居然如此之恐怖 难道说高智商约尔 已经达到了情报自来演那种级别了吗 说回到战场 鸡家妹妹惊险的夺过了50大的突袭 她随即命令断头才做出反击 但是回头一看 我神奇宝贝了 我靠 怎么才用了两分钟就变回手败了 鸡家妹妹才刚抱怨了几句啊 丁奇学弟就冲到了他背后 准备一榔头给鸡家妹妹的脑浆都干出来啊 这时候还得看约尔 打 又一次的痛击队友 而不是拯救鸡家于危难之中啊 虽然丁奇学弟的榔头是落空了 可鸡家也是结结实实的吃了约尔的一记舍身飞踢 最后啊他以头抢地 可爱的脸庞被撞成了大小眼 鼻血也是不争气的流了出来 我真的是服了 堂堂的天启四姐妹之一 居然搞得如此之狼狈 能力方面呢也是各种鸡类 连个通灵兽你都玩不明白啊 真怀念老马和电卷肉博的那个激情年代啊 丁奇学弟一年欠奏的表情开始挖苦约尔道 哎你下手也太黑了 都不知道温柔地把队友推开啊 约尔则是丝毫不慌地表示 哎没办法的嘛 那谁叫我现在有些人手不足呢 哎听听听听 什么叫做高手啊 都这种时候了还能冷静地讲双关语 看来约尔是准备一个人代飞队友啊 虽然我不怀疑如今加强了的战争恶魔 可以拿下武器人加魔人的组合 但是如果公安部的人源源不断地赶来 三银将拯救电池的计划将会变得愈发困难啊 那么破局点究竟何时才会出现呢 我们下周再来揭晓吧 本化结束